台湾人爱吃螃蟹不过因为青蟹不好养 目前国内养青蟹的方式是使用传统养殖 困难的地方在于青蟹有供给的天性 收成率并不高 因为野生捕捞也让数量越来越少 无法稳定供应 收成率不高 收成率不高 如果说以这个单位来讲 一分地放一千只的蟹苗 四个月收成也顶多在一两层 所以收成率非常的低 所以我们现在突破这个比较高密度养殖 为了解决青蟹养殖存活率很低的问题 台湾青蟹养殖发展协会理事长黄湘成 会只发明一套九宫格养殖系统 将青蟹分开来养 不仅大大提升青蟹存活 也充分利用养殖空间 九宫格这个是在去年度 去年度我去嘉东一个养殖场 过去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 然后他就一直说 卸公寓的很多缺点 然后跟我讲一些很多卸公寓的缺点 然后我在回程的路上我就开始在构想 因为这些鱼缸原本我是在养海马的 然后我就藉由这些鱼缸 下去做九宫格板子的设计 这套九宫格方式是采用室内养殖 玻璃缸的隔板可以避免气候不稳定 所带来的问题能解决倾斜互相攻击的困扰 方便观察成长状况 残死他们不会残死 然后你好管理 然后你在巡视他们有没有脱壳 速度也很快 你不要每一个隔下去开 目前九宫格养殖法已经通过专利认证 期盼将这套方法推广出去 稳定国内倾斜供应 未来有机会也可以将台湾的倾斜 外销到全世界 记者终于会旗鼓区采访报导 同时 好 好